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专业手的节目 然后首先还是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项目叫做Z10 Arena 然后它是一款练游 然后可能大家可能在最近如果看的练游比较多的话 可能都会有一个感受 现在普遍的可能练游都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 然后真正你能玩的 因为很多它都是只有一个PPT或者是只是一个官网 然后真正你能玩的可能不多 然后好玩的你更是凤毛练脚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练游 也许它是未来可能真正会变成一个好玩的一个练游的项目之一 这个游戏就叫Z10 Arena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介绍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就是Z10 Arena的官网 然后它核心是一个叫MOBA模式的一个游戏 就是多人在线的竞技类游戏 然后它是一个手游为主的 然后这种类型的游戏在传统游戏里面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有王者荣耀 或是绝地求生死亡先锋等等 但是呢还有一个游戏叫做幻影乱斗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幻影乱斗呢 就是因为这两者的游戏的模式可能非常相似 然后在它下方在这里会有一个视频 我们就在这儿简单看一下吧 然后不多看了 然后呢你会感觉到这种游戏模式跟那个幻影乱斗是非常相似的 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荒野乱斗是什么 然后呢你直接去搜一下就能知道这个游戏了 然后它在应该是前几个月吧 还算比较火的 然后现在可能声音越来越小 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游戏 这个荒野乱斗 然后但是呢 Z10 Arena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可以进它白笔书去看一下 这个是它白笔书 然后整体呢 Z10 Arena它的英雄其实分为三个类型 它会有坦克有刺客然后还会有射手 然后每一种类型呢都会有自己的英雄 以及相对应的这种特殊的一些属性 那同时有了英雄之后呢 它还会有不同的一些技能 然后呢它的技能也分三个大类 然后有无视的这种小的分类 三个大类呢就分为你伤害类型的 或是效果类型的 或者是这种辅助类型的 然后这三种类型 同时呢其实你能感受到就是 它的英雄有三种类型 然后里面有各种小的这些英雄的选择 同时呢它的大的技能里面 又分三个大类型 以及很多的这种小的细分子类 那这种其实三加三的模式呢 其实会让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这种 搭配的思路和一些自由性吧 然后自然也会增加这个游戏的这种 趣味和策略性 然后同时在这种技术之上呢 它的游戏模式也是有很多 有这种比如说大逃杀的模式啊 或者是这种 抢猩猩的模式啊 或者是那个攻占对方基地啊 类似这种模式啊 当然这些模式啊 有部分呢是在那个 换猩乱斗里面也都有的 所以其实在模式上呢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两种游戏呢 有相似性 也有自己的一个特殊性 然后同时这是游戏方面呢 然后在规范链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这个游戏它本身 还有一个NFT的商城 目前它是没有上线的 点击这个会有一个提示叫 Coming soon 所以目前来看呢 能够看到这个 NFT商城应该是以后用来去买卖英雄的一个地方 然后同时呢之后 它有自己的一些通证相关东西啊 然后第一个东西呢叫做THG Z3Coin 这个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阿歇里面的SLP 就是游戏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交易媒介了 然后它的总量是无限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叫THG 然后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知底通知呢 也就是AXS 然后呢它除了就是传统的 比如说能够质押这种功能以外啊 它可以去提升英雄技能 但我觉得可能也跟那个阿歇有点像 就是你花费一定的那个AXS 你可以让自己的那个宠物成长 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啊 然后它游戏内的这个有关通知呢 其实就主要是THC和THG 然后THG呢它是那个知底通知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游戏的全貌啊 如果你是呃了解过这一类型游戏的人呢 其实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但是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就是这个游戏看起来它的质量 其实是呃相对来讲啊 现在在这个量约里算比较高的 但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质量呢 就是我们如果去深入了解到它后面的团队的时候 其实我们能够会有一个更呃明确的一个体会 所以另一个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呃这个游戏啊 Z10 Arena呢其实是一个换了一层皮的一个传统游戏啊 然后你在看它团队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工作室啊 叫做Walfong Game 然后这个工作室呢 其实是呃基本上啊 算这个呃游戏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团队了 然后你可以去到Walfong Game的一个官网 然后你能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游戏 叫做Heroes Strike 是这个游戏啊 那其实呢呃Z10 Arena呢 其实就是呃Heroes Strike的一个炼油版本 呃但是呢这种逻辑啊 呃对于团队来讲他们也没有避讳这种说法 你们可以在他的这个白皮顺里面看到啊 在他的这个呃Vision里面看到了 就是在呃差不多这个位置 他们直接讲了就是说呃这个Z10 Arena呢 其实就是Heroes Strike穿了一层就是新的新的皮啊 然后就成了这个游戏了 这个其实就是呃很直接的就告诉你 他就是传统游戏来的 然后所以前面我们说这个游戏他的模式很像幻影乱斗 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他抄袭幻影乱斗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在呃Walfong Game本身 他们其实开发了一款还不错的游戏 叫Heroes Strike 这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你们能看到就是他之前在Google的上面 其实获得一些成就的 也许啊就是这种成就能成为这个Z10 Arena 未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然后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这个项目可能会具备的一些潜力 然后通过刚才介绍 可能大家会有个感受 就是呃Z10 Arena 它是来源于Heroes Strike 同时呢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现象啊 就是你能感受到就是传统游戏厂商 已经在开始布局炼游赛道了 那很多的这种厂商 可能他在秘密的布局啊 所以其实Z10 Arena它不是第一个 但是它是目前来讲 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了 然后这种传统游戏厂商的布局 其实会直接把这种游戏的品质 拉高一个层次 同时呢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早期的一个入居者啊 你可能也会吃到第一口蛋糕 不管你未来可能会在以后的炼游的整个格局里面占据什么角色 如果你是第一个进来的 目前在这种市场上 可能你就会呃吃到第一口蛋糕吧 然后另外呢其实大家如果想去体验这款游戏呢 你们可以从它roadmap里面看 就是它应该是会在Q4啊 也就是10到12月这段时间有它的那个公测的版本 所以你目前是呃玩不到这个游戏了 但是呢因为它跟那个Hero Strike它本身的一些内在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在呃 offen game里面去看就是你在iOS平台 或者是在那个Android平台去下Hero Strike 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啊 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就是在你就是玩过之后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在未来有没有一定的潜力 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恋爱环境里面 呃Z10 arena它其实品质上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然后以及它这点成功其实可能会为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呃 呃潜力基础 然后这是我们觉得它好的一个地方 另外呢就是它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从品质上来去讲这个事情呃 自然就是Z10 arena它的品质会相对其他量来讲会高了一个档次 所以如果当我们去呃谈它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多的视角会转向这个链游啊这个游戏本身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平衡性 然后呃我们得知道一个观点就是传统游戏如果你做的成功 并不代表说你加了一层经济模型 它就一定会再次成功呃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一个游戏叫做暗黑破坏神啊 然后呢它是暴雪出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在暗黑破坏神3 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搜出来 就是它当时出了一个东西叫做拍卖行 呃如果是以前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可能会知道拍卖行这个东西 就是呢本身来讲就是以前玩家在游戏里面去打过升级 其实非常的呃非常辛苦吧 然后呢为了不让玩家就是疲于去应付一些就是呃游戏里面繁琐的一些流程 所以呢暴雪他和paypal合作上线了一个拍卖行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现金在里面买卖一些装备 然后呢这个东西一推出呢很多的玩家一下子就疯悦而止了 而且当时价格就是你里面的很多装备的价格 也上升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 但是很快呢这个游戏的平衡性也就打破了 后面拍卖行里面呢装备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就是惨淡 然后同时呢这种拍卖行的引入也损害了游戏本身的这种平衡性 所以其实本身来讲呢呃Z10 Arena呢它是引入了经济模型的Hero Strike 所以最后能不能成功呃这个游戏它能不能谈话一线 这可能都会存在一个遗留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去呃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呃这个游戏 其实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它是在呃差不多两三周之前了 然后呢当时它是在pokerstarter上做一个那个launch 然后之后呢其实呃大家能看到就是在它的那个medium 然后呢它其实有个recap那就是关于它当时launch的一个recap 那当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呃大家可以直接在呃这个地方看到 就是一般最开始launch的时候可能都会受到一些攻击 而这个Z10 Arena呢也没有例外就是它当时的呃公开价格是0.08 然后一下子因为各种的攻击然后一下子它价格拉到了非常高 也就是呃最高的时候可能会有呃100倍的这样一个幅度吧 但是这不是它目前价格是因为当时受到的这种机型的攻击 然后很多最开始在呃关注这个项目以及想要进去的那个社区成员 也因此就是呃买到了一个非常不太好的一个位置吧 然后这种事故呢也损害了很多早期社区实验的信心 而这种事故大家可能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就是在传统游戏里面是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的 这种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种经济模型的一个引入呃所以其实呃暴雪是吃过这种亏的 然后窝放呢希望它不会再吃第二遍了 这可能就是呃引入经济模型之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更多问题 那整个链游券啊就是从最开始这种呃资本的引入 再到阿谢可能最开始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爆款 然后再到可能就是大家看到的 因为我们呃社区里面也有朋友在说嘛 就是BSA它是一个图狗链嘛对吧 就是后面图狗横行然后到处都是访盘 然后最近链游的风呢可能有相对沉浸了一点 呃如果不看之前GALA或者是SPS最近的一个表现的话 那这种过程呢就是让我们去呃了解了这种play to art的这种模式 但是这里插一嘴就是这个游戏呢它也是可以play to art的 同时呢呃它又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free to play 然后free to art就是你其实门槛是很低的 但你门槛低就代表着你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你的税率比不高 你可能一般来讲只有课金之后你的税率会进一步提高 但这是插了一句我们只是想说呢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了解了play to art这种模式 也通过这种就是不管是好的游戏或者一些 就坏游戏吧我们都逐渐的感受到这种不能玩和能玩的差距 能玩和好玩这种差距可能这种就是最开始会成绩 然后通过阿谢的爆发然后中间可能这段时间再一次成绩 也许后面会再次爆发这种事物它总是去呃螺旋去上升的 当可能最开始呢一群人他因为利益去玩游戏的时候 功利性自然会大于这个游戏本身的趣味性 然后呢会有一大波玩家就是风味而止去开始打金 但是必然就是后面会因为就是呃打金的收益变低 然后大家也都会一红而散 那如果你想要让这个游戏长期的发展下去啊 你可能就需要找到这种功利性和趣味性的平衡 尤其是可能很多朋友如果你想对个项目就是有一个相对 长期一点的这种呃关注的话可能功利性和趣味性的平衡 是你可能要去体验或者是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这可能也是gamefi去发展的一个长远的方向 但这可能其实也就是传统游戏的一个本质 也许啊下次爆发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像这种呃MOBA这种类型的游戏 可能会是练游进入下一步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其实你在目前玩的这种各种类型的练游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玩嘛 然后虽然就是练上会有很多玩家都在玩 但是其实你们没有这种分工协作 就是一种多人参与的乐趣 大部分来讲都是你一个人在玩的乐趣 而这种游戏呢可能它是带来了一种就是新的可能性 而这种模式其实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因为其实呃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嘛 叫做年鱼效应呃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年鱼在搅动小鱼的一个生存环境的同时呢 小鱼的这种求生能力也提高了 其实我们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当这种游戏新的这种游戏到来的时候 也许也会激发这种以前的这种呃 不太OK的游戏的这种求生欲 就是你可能现在会有个感受就是 越来越多的这种链油啊 他现在不能靠一个PPT 或者一个很粗糙的官网 就让你对他有信心或者原因去投入 你会发现链油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就是大家开始都开始比如说要美术上做的不错 然后也开始会有一些像这种吹了视频的呃出来 也不只是只有一张图了对吧 然后其实这种就是呃通过这种游戏链油圈里面这种类卷 然后不断的让这个整体的行业品质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链油可能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也是可能这个圈子会逐渐向呃真正的未来的一个游戏靠近的一步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呃挺就是乐于看到这种现象的 然后也觉得目前来看呢呃 这趟而已呢它确实是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里面还是会被呃可能会被呃一波人去关注的一个项目吧 然后关于这个项目具体怎么样 然后这个游戏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前景 那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像那个hero strike去感受一下这种游戏类型 然后有自己的判断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介绍了 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有自己的一个呃感受或者一些想法的话 欢迎你进入我们的电报社群跟我们一起交流 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同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来讲有价值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呃内容转发给更多身边的朋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